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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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们平安 看大家唱得那么得胜 我都觉得不需要上来了 现在是台湾的时间 半夜一点半 所以我前天刚回来 刚刚Jeff说 他喝了一个什么珍珠奶茶 整夜没睡 我没喝也没睡好 很感谢主能够回来看到弟兄姊妹 大家 在这边能够这么自由地来聚会 我走之前就说了 到那边去还是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们讲 能够这样子没有拘束的 自由的唱诗 他们觉得真的很过瘾 因为在很多的环境里面 是根本不能大声尝诗的 当大家聚在一起 灵里面那么自由 那么释放的唱诗 光这个都让他们感动的流眼泪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千万不能够把神 给我们的恩典 take it for granted 刚才非常谢谢Jeff的见证 非常清楚而且完整 礼拜二晚上 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回来 鼓励弟兄姊妹能够一起来参加 能够听听大家的见证 刚才Jeff也特别讲到 我们一点点的摆上 居然能够被神拨开 被神祝福 这是关键 我们如果没有神的祝福 没有神的悦纳 再辛苦的工作 都在主的面前是突然的 但是当我们能够 愿意照着神的心意 把自己一点点的交给主 那发现主 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借着SVCA的网络 借着CTC这个平台 那其实真的是帮助了 很多很多我们根本不认识的 弟兄姊妹跟教会的处境 很多教会都在很多的艰难中 因着我们的培训 因着我们在这里分享的一些经验 他们好像摸着了出路 带来的盼望 那么回去以后发现 当他们照着去做的时候 果然带来改变 跟Jeff刚才讲的一样 三个小组变成六个 不同心的局面被流转过来 教会很多的问题 因着这样子得到解决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一步一脚印 都被神数算 这是最重要的事 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服饰上 弟兄姊妹看得见 看不见你们的摆上 通通都是很大的祝福 那尤其这一次我们一个主题 是讲到教会治理的原则 那中国教会最大的挑战就是 需要有一个健康的教会模式 是照着圣经的原则 能够来让教会能够健康起来 你发现仇敌整个的攻击集中 就集中在破坏教会 教会被破坏了 家庭跟个人基本上 就都被破坏了 所以我们这次的信息 各个专题 各个工作坊 其实都是针对这些 各方面的需要 给弟兄姊妹带来很多的帮助 那今年的不是师生大会 因为我们今年因为一些客观环境的限制 所以我们没有办师生的博训师生会 这一次都是同工们的聚会 所以比较小心 是邀请式的 那虽然这个人数不是那么大的聚会 可是整个聚会里面 我们得到的祝福 所谈论的深度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有主的恩典 这是我们很感谢主的 那我开头给弟兄姊妹看一下 于世姆的照片 他其实是很不适合去的 但是他还是去了 我们三个机场都得用轮椅抬他 香港、台湾 到了台湾 我们明明是在一号站台下飞机 但是要在二号站台进关 所以几乎快一公里的路 所以一定要有轮椅 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有人推 就是到了美国没人推 坐在那边等老半天 我说我可不可以推 他们说可以 所以我就很高兴的自己推他 所以美国服务最差 香港、台湾的服饰都蛮好的 那我们就是觉得 虽然软弱虽然不行 但是知道主的恩典够我们用 也是因着这样子的把握 所以让我们去 那么也真的见证了主的能力 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人虽然软弱虽然有限 但是神还是能够透过我们 能够给人带来祝福 我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我们人最大的价值 就在于我们能够用耶稣去服侍别人 把耶稣的爱、耶稣的生命 把耶稣的祝福都能够带给别人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价值 不管在工作上、职场、在家庭 甚至在马路上碰到不认识的人 在商店里面碰到一些其他的人 我们只要能够把基督给人 这都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情 好不好 所以这是我开头 稍微交通一下 那我现在回到我今天的主题 因为我们讲到扩展神的国 前面第一条线讲到依靠圣灵 第二条线讲到我们高举神的话 让主的道能够大大的兴旺 第三条线讲到要拓展神国 我们一定要认识属灵的征战 因为没有一个祝福 没有一个使命是不会碰到挑战的 所以我这次所讲的是 在使徒行段第四章 它其实就是整个使徒行段第一场 第一场很明显的征战 那么所以圣经上的第一个 都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它背后都有很多很多的教训 例如说圣经上的第一座祭坛 例如说圣经上里面第一次提到 它都是很有意义的 那使徒行段里面的第一场很明显的征战 那其实就是发生在第三章美门的事件 当彼得约翰奉主的名叫一个生来瘸腿的 在一起来行走以后 这个众人都非常非常的轰动 但是彼得约翰就抓住机会 起来为耶稣做见证 今天是靠着那位从死里复活 耶稣基督的名 能够叫这个生来瘸腿的起来行走 所以你就发现使徒们 他们做了这样一个神迹的时候 照理说众人都在这里惊讶 甚至崇拜他们高举他们的时候 他们把众人整个注意力 完全从他们身上转到耶稣基督的身上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 当他在这里高举基督 在这里传扬基督的时候 那么第四章就开始了这一场的征战 第一节 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 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杀都该人 就忽然来了 因为他们教训本着耶稣传说使人复活 他们就很烦恼 于是下手拿住他们 因为天已经晚了 就把他们压到第二天 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 男丁数目约到五千 圣经特别讲到男丁 就是那些壮年成年的男人五千个 如果你包括女人 包括青少年在内的话 那么那一天得救的人应该不会少于一万个人 所以当你看见他们在那里高举基督 而圣灵介入 在那里有大工作的时候 你就发现一个是一个大的丰收 而在这个时候就忽然 就忽然 仇敌没有办法忍受的 这个时候整个故事的背景就是发生在这里 仇敌就忽然来了 而且下手拿住他们 把他们放到监狱里面 压到第二天 但是听到而信的人有这么多 所以我在这里讲到说 哪里有祝福 哪里就有仇敌的破坏 仇敌的工作 就见证了神的祝福 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不晓得这种姊妹 你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个想法 那我才不要争战 干嘛去找打 对不对 我不要去爱主了 我不要去为主活了 那这样不是比较安全一点吗 十几年前《生命记刊》有一篇文章 讲到那种具有危险性的祷告 你们知道什么叫具有危险性的祷告吗 要不要举个例子 就是说主啊我在这里 我把我自己完全交给你 任主使用 这个叫做很有危险性的祷告 主我愿意这一生完全为你而活 不论苦不论干 我都为你而活 这个叫做有危险性的祷告 那么什么叫做没有危险性的祷告呢 神啊愿你祝福我 愿你天天复辟我 愿你的能力拖住我 愿你安慰我 这都是安全性的祷告 所以呢很多人在主的面前 觉得说我只要一爱主 我一把自己奉献给神 那我就挨打 因为仇敌不甘心 那么所以我在这里讲说 哪里有祝福哪里就有仇敌的破坏 很多人就吓到了说那我不要这个 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 不好意思讲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害怕 你们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个害怕 那个root跟基的原因是在哪里 为什么会害怕 不认识神 很好啊 有没有 非常好 爱自己 爱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它底下的root cause 其实就是我们把撒但看得高过神 所以我们怕撒但过于怕神 我们对撒但的惧怕 胜于我们对神能力的信任 所以我们会有这个害怕 我们觉得说我如果爱主的话 撒但就会打我们 好像神就任凭仇敌来打我们 那其实我在这里说 有仇敌的攻击 其实本身就印证了是有神的祝福 那你可能也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那不信耶稣的人难道就没有这些灾难痛苦吗 难道他们也是因为有神的祝福 所以遭受到这些灾难痛苦吗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不管你信不信耶稣都有苦难的 阿伯阿们 不信耶稣的人一样有苦难 不信耶稣的人一样有我们基督徒所类似的遭遇 那我们怎么样子去区分到底这个苦难 这个难处这个挑战是撒但攻击来的呢 还是因为我们爱主 所以仇敌刻意来对付我们的呢 所以弟兄姊妹 不信主的人一样有苦难 一样有困难 因为他们早就已经在撒但的网罗底下 在撒但的破坏底下 甚至已经被摧毁了 那么撒但会想要来破坏要来攻击 就表示你原来还是好的 至少还没有遭到不行了 所以撒但要来破坏 尤其当我们爱主 愿意为主活 愿意为了神的国 神的旨意活着的时候 他更要来破坏 他要来破坏 表示我们还好 他不来破坏 表示我们已经是他的阶下囚了 我们已经是他的俘虏 已经被他破坏 甚至早已经毁烂了 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认识 今天不管你爱不爱主 都有仇敌的攻击 就像我上次讲的 没有一个个人 没有一个家庭 没有一个教会 因为盗贼来 因为盗贼来就是偷窃 杀害和毁坏 撒但只要跟人有接触 撒但只要还存留了一天 他就是新风作浪 他就是专门仇视偷窃 杀害和毁坏 所以你看放眼看今天 多少的家庭破坏 多少的人际关系被伤害 多少人的健康 身心灵的健康都被仇敌破坏 因为他整个工作就是偷窃 杀害和毁坏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爱神 愿意为神活 看见神祝福的时候 撒但一定会来攻击 因为他本来就在攻击人 只是他更不能够容忍 我们这样子的得胜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 我本来的题目是讲说 拓展神国必有征战 更有祝福 但是我不想弄这种东西来吸引大家 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 属灵的征战会有 决定会有 但是征战的结果却是得胜 却是蒙福 却是蒙更大的福 所以在旧约里面 我们讲到以色列百姓进迦南 南征北讨 那个时候我们讲征战的目的 征战本身不是目的 征战的目的是为了承受产业 脚掌所踏之地都成为我们的 到了新约 我们也是讲一样的 征战本身不是目的 征战的目的拓展神国 我们在这里高举基督 在这里拓展神国 让神的国可以拓展 所以这是一个积极的目的 让我们里面不要这样子的去害怕 如果你说怕得罪小人 不怕得罪君子 会不会 我们怕得罪小人 因为小人不安排你出牌 他会行诡诈 他会报复你 那你对世人有这种害怕可以了解 但是你对撒旦有这样子的害怕 说出了我们对背后 我们所信的神 那位至高者掌权的神 我们缺少信任 那我们就觉得撒旦比神更大 我不怕得罪神 我只怕得罪撒旦 那这个是我们信心上 非常容易掉到仇敌的一个网络里面去 所以弟兄姊妹越有征战 越不要害怕 当征战来的时候 说明了我们是蒙福的 说明了神在我们身上 是有特别的托付和使命的 而征战过了以后 我们得到的祝福是更大的 因为没有一个征战是消极的 仇敌来是消极的 要偷窃杀害毁坏 但是基督徒的征战 没有一个是消极的 我们的征战为了承受产业 我们的征战为了高举基督拓战胜果 都知道这个观念一定要在我们里面 不然神的儿女们会害怕征战 会害怕爱主 会害怕把自己奉献给神 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祷告 这是一个具有危险性的奉献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 我们在这里看见仇敌封口的工作 他们特别是他们在这里起来做见证 要高举基督的时候 仇敌就来 针对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那我们看一下第十三节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 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所以我在刚要讲说 他们专门针对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但是是一群充满胆量 跟过耶稣 然后令敌对者稀奇的小民 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认为 只有这种很伟大的人才能够当使徒 去为主做见证 圣经上形容过他们这一班人是小民 英文叫做common people 就是最平凡的人 那觉得自己平凡的请举手好吗 好啊 所以这个信息是对着你说的 那觉得自己很不平凡的人也请举手好不好 有吗 你在摸鼻子是吧 我们虽然是平凡的人 但是我们说的话却是不平凡的 因为我们在介绍耶稣 我们所做的事却是不平凡的 是让撒旦惶恐 让撒旦没有办法安息 所以他要起来攻击 这是common people 小民 那这些小民身上有特点 别人说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我常常讲 别人夸我们很有成就 哇 你好聪明啊 哇 你长得很帅 你什么什么弟兄姊妹这些东西 比不上别人夸说 这个人一看就知道是跟过耶稣的 你喜不喜欢 喜欢 被别人称说这一班人是跟过耶稣的 别人认出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不同的气质 不同的反应 不同的价值观 不同的态度 这一班人是跟过耶稣的 弟兄姊妹 这一班人才是仇敌要来攻击的 他们里面为了传耶稣一无所惧 充满了胆量 他们在这里为主做见证 所以他们就把他们叫来 说禁止他们 总不可以奉耶稣的名 讲论教训人 所以你就发现 你从仇敌反对什么事 攻击什么事 你就知道仇敌在乎什么事 当他们在这里要来高举基督 要来见证基督 要来奉耶稣的名 讲道的时候 他们就来抓他们 而且禁止他们 决定不准再奉耶稣的名讲道 这是叫做仇敌封口的一个攻击 你要当一个好好的先生 其实太容易了 真的 你要当一个 gentleman 当一个好人 太容易了 大家都喜欢你 不难 除非你这个人品格有问题 你的个性有问题 不然要当个好人 被人家夸你是个好人 太容易了 但是当你要传福音的时候 你就发现不容易 当你要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 你的逼迫 你的攻击 你所遭遇到的嘲笑 冷落 跟距离 就出现了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我1979年 你们很多人还没生 我1979年在纽约 动了一个很大的手术 把我嘴角切歪了 其实我自己心里里面 是非常的低落 对我信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这么多年没有吃药 就是想把荣耀归给神 让主来医治我 因为中医也不行 西医也不行 我就停了几年的药都不吃了 那我就很希望主医治我 能够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 没有想到后来连长的弟兄 我父亲都一直要我一定要开刀 因为流实在肿得太大了 我为了这么大的流 差点进不了美国 进关的时候 移民官吓坏了 你到底长什么病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医生怎么说 我说医生也说不知道 不肯让我进来 肿了一个好大的流 那么在纽约动了个手术 才开了四个小时 就把我神经切断了 医生就马上封口 再也不敢开下去 因为对他来说是一个 failure 一个失败 所以其实在我心情上是很低落的 那我就在那里养病的时候 我就常常到这个 纽约的这个 Catherine Salon Memorial Hospital 学医的人都知道 这是全世界的一个癌症中心一样 里面都是非常好的专家 那我就常常坐到顶楼 我站在台上祷告 求主恢复我的力量 结果我就碰到一个人 这是犹太人 那我就跟他聊聊天 那他跟我聊 聊什么都聊得来 那我就一面跟他聊 我一面祷告主 我说主啊 你可不可以给我力量 让我可以跟他传福音 我就祷告在合适的时候 我就把话题想转到耶稣身上来 没想到我们前面那么愉快的谈话 啪一下就停下来 一下子很生气地看着我 他说你没有资格跟我讲耶稣 转身就走 前面当好好先生都没问题 聊天啊 讲我们台湾啊 他讲他犹太人啊 讲吃的食物啊 Catherine医院的东西难吃了 我们都有很多话题 一讲到耶稣 当场愤怒就起来走 他说你没有资格跟我讲耶稣 哇 怎么可能一撒之间 一百八十度地转过来 所以你要知道 当你要当好好先生 当好人 不难 但是你要把耶稣传给别人 你要开口为耶稣做见证 你马上碰到的就是反对 所以这两个人 一好的别人 其实他们可以得到众人的喝彩 哇你们了不起 又有先知在我们中间了 但是他们马上把话题 转到耶稣身上去 叫人归向耶稣 叫人相信耶稣基督 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 当天就五千个男丁信主 再加上妇人孩子可能是上万的 所以当你一住出口 一为耶稣做见证 你就发现难处就来了 这些守门官 守殿官 杀毒干人 就忽然来 把他们给抓去 下到监狱里面去 就这么这是挑战 这是挑战 所以大概十年前吧 我记不太清楚了 有一次我跟于师母 到南部去看孩子们 正好在Irvine的一个Mega Church 那天听说有一个聚会 正好是John Stark来 我就常常听到他的名字 但是没有机会见到他 那天正好他讲道 人家就给他二十五分钟到半小时 他就弄这二十多分钟 讲了哥鲁西书第一章 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 好 一起来 我们传扬他 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我也为此劳苦 照着祂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其实照理说我们所传的内容 是最好的内容 对不对 讲到耶稣 讲到救恩 讲到永生 讲到神伟大的爱 内容都是一流的 那为什么会这么辛苦 因为仇敌在这里反对这件事 哥鲁东后书第四章也说到世界的神 把人的心眼弄瞎了 不让耶稣基督荣耀的光照在他们身上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传扬耶稣的时候 就需要用诸般的智慧 要来劝诫个人 教导个人 而目的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如果我们今天只是为了要讨人喜欢 那你是把人引到你面前 整个聚会都在讲笑话 整个聚会都在讲你的专业知识 完全不谈基督 整个聚会都在讲慈善事业 完全不讲基督 那弟兄姊妹 我们给人的祝福不是没有 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你不太会遭遇到什么满足跟挑战 可是当你讲耶稣 你要把人带到神面前的时候 你需要用诸般的智慧 你需要用各样的方法 为的是要把人能够引到神面前 所以保罗说我为了这个而劳苦 我要靠着在我里面的大能大力 来让我尽心解力 所以弟兄姊妹 我这次正好在中国讲了 我很多年没讲的 我上一次在自己教会讲是2002年 讲神话语出口的学习 那这次是把四堂课融成两堂课讲 所以是精华版 那我就讲任何话语出口 不管你是带 不要以为只有讲台是话语出口 我们任何时候都是话语出口 你带小组查经 你在小组里面分享 一起来做见证 你在台上带诗 你在台上唱诗 我们都是话语的出口 那弟兄姊妹 要做话语的出口 注意力决定不能够放在自己的身上 而我们整个话语的目的 是把人引去归向耶稣 这就是施石约翰在旷野里面喊着说 看啊 神的羔羊 所以我说所有的传道人 应该效法施石约翰 做旷野的呼声 声音出来了 为的是要get attention 叫人引起注意 看啊 就那个喊 看什么大家都会注意了 他说看啊 神的羔羊 让众人的眼目转向羔羊的身上 然后声音就消失了 底下的结果是别人都去跟随耶稣 这个叫做话语的出口 但是你今天放眼望去 有多少教会的传道人 有多少的名人 在这里所在乎的 所要的是要人来看他 而不是要人去看耶稣 所以我们的信息 我们的诗歌 我们的敬拜 我们小组带小组查经 我们在小组里面的分享 我们的注意力 都不是要人家来看我们 而是我怎么样子 借着我这样子的出口 一点点的分享 要把荣耀归给神 对我说 这是重要的 但是这个也是面对挑战的 因为仇敌要做的就是封口 封口 所以现在在世界各地 很多基督徒都受到逼迫 你只要要传耶稣就不准 对不对 有些国家 甚至包括我们自己 中国的很多的地方 它不准你传福音 它是信仰自由 所以你不可以去跟别人传 不要去影响别人 不可以跟十八岁以下的人传福音 弟兄姊妹 今天圣经上清清楚楚地讲 如果没有传道的人 哪里能够听到道呢 对不对 人如果没有听见他 怎么能够信他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传 那就算今天口传受的限制 但是我们基督徒至少用生命来传 用我的生活见证来传 因为生命是我的讲章 生活是我们的讲台 我们在各处都应该可以显扬 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外面的口可以被封 但是我们里面我们生命的见证 永远封不住 人可以被吓在监狱里面 但是我们的影响力 我们的使命是永远关不住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加油 虽然在公司里面 我们也不方便传福音 对不对 很多的时候 公司可能会禁止我们做这些事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 要好好的祷告 让我们这个人是带着影响力的 以前我讲过在台湾 我们小的时候 教会的这些大哥哥们 要读医科 在台湾是读医学院 是第一流的人读医学院 那个时候工程还没有这么厉害 最后读书的都跑去读医了 因为当医生赚钱最多 我们认识的一个弟兄 他就说他要当牙医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那么牙医并不是最赚钱 虽然牙齿有多少二十多颗 心脏只有一颗 脑袋只有一颗 对不对 可是赚的钱比不起心脏颗 更比不上老颗 所以他说他之所以要当牙医 就是为了传福音 他说因为我可以讲给他听 他没办法反驳 他要反驳我就说嘴巴张开 他说我就可以跟他传 虽然有点强迫性的 但是至少我把福音传给他了 那么现在当然 你在美国他们可能会有人 会不准许你 可是在那个时候是可以的 新加坡的一个眼科医生也是这样 他检查视力 他不是用那个圈圈缺一个口 来检查视力的 他是用圣经的经文 神爱世人 甚至叫你这样子念 然后他就把福音传给你了 他是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传扬他 但是仇敌他不喜欢我们这样子 所以仇敌用各样的方法想要来封口 那弟兄姊妹 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知道 你做个好人不难 被别人夸奖 这个也都容易 但是当你要传福音的时候 你会碰到难住 但是我们就是不要怕 只管传 在我们周围还是有许多的人 他有一天他会回头来找你 我自己都经历过 不知道多少个 我当初传福音的时候是最抵挡的 抵挡到一个地步 我再走到上公司 两边一面来 他一看到我转身就走了 可是后来在我面前流泪 在我面前跟主认罪悔改 在主面前抓着我的手 比如说谢谢我 没有放弃他 弟兄姊妹 有太多的人 他因为不认识主 所以才会反对主 因着仇敌蒙蔽他 所以他看不见福音的光 可是当我们能够坚持继续的传 不怕传 只管传 弟兄姊妹 早晚有一天流泪杀种的 要环顾收割 收割时间在神手中 由谁来收割也在神的手中 我们就是只管好好的浇灌 好好的撒种 这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昨天东湾又传福音 我真的很高兴 又到了六十来位 我就希望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一件事情 它是一个荣耀的使命 它是能够叫人 能够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 叫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根本不是只是为了SVC 在东湾要有一个分点 你看我们如果要有分点 我们早就做了 为什么二十多年来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就是希望弟兄姊妹 成熟 你们有这个属灵的负担 能够带着爱 能够有真理 福音真理的装备 好让我们不管到哪里去 我们在哪里把福音带去 这是我们真正要面对的 所以接下来讲到 我们不是以俗血气的征战 我们一起来念今天背诵的经文 好不好 刚刚敬拜台队念以佛所书第六章 念得太好了 那你也听到我们 那你也讲到 我们不是以俗血气的征战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读 格林多后书 第十章三到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我们征战的征战 但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阴磊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知识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好 那我们就看见说 使徒们跟弟兄姊妹们 当他们在那里高举基督 马上就面对仇敌的攻击 甚至来逼迫他们 警告他们 恐吓他们 说你们再也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 那你就发现他们用三样事情来回应仇敌的攻击 第一个绝不妥协 他们在这里那么勇敢地回答他说 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这个在神面前合不合理 你们自己着亮吧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第一个就是不妥协 弟兄姊妹不光是在这里 我只是想跟弟兄姊妹讲 在我们任何的生活里面 在试探面前 罪恶面前 诱惑面前 或是生活该有的原则面前 当我们妥协的时候 所有的妥协一定带来危机 弟兄姊妹记得这句话 所有的妥协一定带来危机 因为我们给仇敌机会 什么叫妥协就是给仇敌机会 就是这么简单 妥协叫做给仇敌机会 所有的城门全部关了 就留一个小门 那我问你仇敌进得来进不来 当然进得来 当李希米在重建城墙的时候 个人对着自己的房子 在那里重建城墙 所以我们特别 为什么鼓励弟兄姊妹 加入保安队还是安保队 每一个区都要派人出来 不是因为人不够已经有27个人 我就是希望全家都是要 也爱神家保护神家 有那个使命感 有那个责任感 所有人都应该要出来 一起参与 而且在这里所学习的 所交代的事 我们能够带回到小组里面去落实 这个叫做神家 所以当仇敌在这里破坏的时候 我们妥协 妥协就一定带来危机 有谁长癌症 说不要开那么多 医生手下留情 开一半就好 有没有人会这样子做的 不光是全开 甚至包括周围可能展染的都切 对不对 不然你的妥协带来更可怕的危机 别人都说癌症刚发现的时候 赶快处理 后面的问题都不大 癌症最危险的就是当它复发 一复发 基本上它已经跑到全身去了 它就从不同的地方出来了 所以妥协带来危机 当我们在罪恶上面妥协的时候 表示你给仇敌留了一块基地 在你的心里面 在你的家里面 在你我的侍奉生命里面 你给仇敌留了一块地 而仇敌只要有这个ground 有这个基地 它早晚反攻的 只要有一点面笑还留在这里 它会使全团都发起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一件严肃的事 所以当他们面对说 你们不可以在奉主的名讲道 他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合不合理你们自己说 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传 由此没这个叫做不特谢 第二个 他们在这里用同心合意的祷告 他们听见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 我实在非常喜欢圣经的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他们听见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 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见察 以免将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 以免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 并且使神迹其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 弟兄姊妹在这段里面 如果叫你讲这个同心合意 讲这个祷告 你可以找到好几个重点的 第一个 他们同心合意 这是祷告最基本的要求 同心合意 然后高声 高声说到什么 你们觉得高声说到什么 迫切 还有呢 信心 信心跟迫切 你才会高声 你只要去参加过博讯师生会的 或者去中国大陆乡下服侍过 回来的 都会有一个很深的感触 就是弟兄姊妹的祷告 像大水的声音 像重水的声音 而且是一发不可收拾 为什么 他们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迫切 你看我们在这边 怎么样子鼓励弟兄姊妹 大概不超过三十秒 大家就进入安息了 或者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祷告 要超过三十秒钟不容易 真的 你就发现我们中间的祷告很少 同心祷告很少超过三十秒 但是你真的去中国 如果我们不是刻意的停止他们 你要他们大声祷告二十分钟 一点不是问题 甚至可能更长 我们只是时间不容许 那么声音起来 全场 你不要说两百个人 当你到了将近一千个人的时候 整个会场 的声音 你再软弱都被他们提起来 那种迫切 你看他们镜头 不是故意去造哭的人 你不小心就造到哭的 还得避开那些流鼻涕的 那个迫切就是这个装不来的 这个装不来的 你如果没有负担 你大声不来 真的 你没有负担 你眼泪出不来 鼻涕掉不下来的 那里面讲到那个负担 所以你看到他们同心合意 同心 然后大声的祷告 然后呢 向神说 这是关键 祷告的关键 向神说 一定要有祷告的对象 决定不是只是负担的发表 感觉的发泄 一定是在神面前 在听祷告的神面前 对神说 哎呀 弟兄姊妹 每一句真心对神说的话 没有一句话 不会发生事情的 而祷告的内容多好 一面求你 让仆人们大饭党量 讲你的道 我们需要主 加我们的力量 我们需要恩典 但是另外一方面又知道 我们的有限 求神大能的介入 所以这个祷告多好 一面我们有我们的责任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扛起来 我们能够钢墙 我们能够自己也能够有大饭党量 但是另外一方面 又求神大能的介入 求你伸手来医治 而结果 是能够让耶稣基督的名 他的荣耀 他的能力 他的权柄 被彰显出来 那弟兄姊妹 这是他们 他们对仇敌攻击的反应 接着去台湾 不是 在香港聚会的时候 有一个博训的学员 他在台湾的一个教会是长老 他就说 我到了台湾以后 他要送我一本书 我非常建议读 是施布珍的传记 讲到这个恩典的留生机 就是 我拿回来在飞机上就忍不住看 回到家也忍不住看 睡不着就看 那施布珍那里讲到说 他整个墓会里面的他三个重要的原则 就是在他墓会里面 他说第一个是祷告 用祷告来推动所有的事工 他说教会最需要的就是祷告 第二件事情 需要高举圣经 在这里传扬福音 第三件事情 就是教会合一的见证 教会合一的见证 所以你就发现 施布珍他墓会的三个重要的原则 其实全部都在我们这里所看见的经文 他们听见了 就同心合一 高深向神祷告 又是祷告 又是同心合一 然后又在这里放胆讲论神的道 高举神的道 弟兄姊妹 这圣经上真的是太好的match 第二个是讲到同心合一的祷告 第三个他们就更加放胆的讲论神的道 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的讲论神的道 请大家注意 他们就都 所以不再是一个人两个人 而是讲到神的儿女们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他们都放胆的在这里讲论神的道 那这次教会复兴的时候 决定不是靠一两个人 而是整个教会都动起来 所以我希望我们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 一年都快过去了 我真的希望有更多的小组 更多的弟兄姊妹是动起来的 是真正一起起来 身上带着火 带着见证 带着耶稣的爱 带着福音 我们走到哪里去 我们都能够向别人传 不是只有在福音聚会 不是只有在东湾开工 我们才传传福音 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 你如果觉得公司里面的同事 是说英文的 带到英文族去 我们英文族 现在已经也有个牧者进来了 他们又那样同性的希望 整个EM能够兴旺起来 复兴起来 你就邀朋友来 不管是印度人 巴基斯坦人 非洲人 韩国人 日本人 不管他是哪一个国籍 把他们邀到神家来 在这里有福音 在这里有耶稣的爱 在这里有神的祝福 我们要起来 更加放胆地来传扬神的道 所以摩拉维亚复兴的时候 我记得我去年也跟弟兄姊妹讲过 摩拉维亚复兴的时候 他们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平凡的人 很多人是裁缝师 矿工 挖坟墓的 木匠 修邪的 都是很普通的 可是当复兴临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借着一个拨饼聚会 大家把不同中派的背景 平常的不合 全部在煮桌子面前 在煮的饼杯面前放下来 把自己的不同给放下来 真的是同心合意 然后他们在神的面前立约 他们的立约内容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全心的爱耶稣 一个就是到处去传耶稣 就这么简单 两件事情 如果要简化来说的话 他们就是要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在神面前立约 不光是一个两个 是要全家大人孩子都在神面前立约 我就是要全心的爱耶稣 想尽方法 用尽方法 能够来爱耶稣 所以我上次讲到说 如果我们为了爱耶稣的缘故 从地上捡起一根线来 比你去做很多人认为你很伟大的事 在神的眼中更有价值 是为了爱耶稣 为了顺服主 主说把它捡起来 我就顺服捡 虽然不是我丢的 主说捡 你为了爱耶稣把它捡起来 这件事情在神眼中的价值 远远大过 我们做了很多认为很有价值的事 所以所有的服事要带着爱 爱耶稣来做 所以摩拉维亚的复兴就是这么简单 everything 都是因为爱 因为耶稣爱我 我愿意爱他 所以我愿意来扫地 我愿意来聚会 我愿意开口祷告 我愿意加入神家的服事 我愿意在家里面不去争 不去吵 所有的事情都跟爱耶稣有关 把每一件事情 跟爱耶稣连起来 弟兄姊妹你会发现 我们的生活不一样 我们给人带来的祝福 大不一样 我们这时在中国 有一个学生做见证很可爱 他说他去年参加完香港 试生特会的时候 他回家就跟他的先生讲 他说我今年要死给你看 因为我们讲到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 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 当我身上带着耶稣的死 耶稣的生就会显在我们身上 所以他回去跟他先生说 我今年要死给你看 他说结果这一年下来 他说他们夫妻两个的关系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 他说他先生跟他讲了两句话 我万一记错了你提醒我 他说他是跟你在一起 争快乐是不是 第二句话他说 我现在好喜欢跟你在一起 从前他的先生就嫌他烦 这个想远离他 不想跟他多沟通的 他现在先生居然会讲这两句话 是他结婚以来从来没讲过的 所以他就鼓励我们早一点在公众场合 把话给撂出来 早点放话 他说他这一年里面 他们夫妻的关系大大的改变 当身上带着耶稣的死 耶稣的生就在我们身上显出来 那弟兄姊妹 神的道都是可以经历的 当我们在这里真正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我们能够很认真很真实的活出耶稣来 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 这就是神国的拓展 这就是高举基督 所以不要把这件 这个今年的主题觉得那是很遥远的 跟你的生活没关 跟我们的生活决定有关 好最后 抽叠的工作反而带下神和女们更大的得胜和祝福 底下讲到圣徒们更加同心更加相爱 能够甚至弄反物功用 那弟兄姊妹反物功用在很多教会 现在都根本没有办法去讲 因为神和女们相爱的生命 舍己的生命根本没到达那个程度 在摩纳维亚的时候 他们就是推行反物功用 所有的东西都摆在这里 弟兄姊妹任意用 吃的工具用的衣服都摆在一起 要用就拿 弟兄姊妹这个不容易做到 真的不容易做到 但是教会当复兴的时候 神工作在这里拓展 神在这里祝福 你就发现他们彼此这么相爱 相爱到大家都愿意把东西拿出来 任弟兄姊妹分享 那这是神和你们中间复兴的情形 那我们就算现在还达不到反物功用 但是至少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立的心智要成为彼此的祝福 我们立的心智要彼此在主里面 也切实相爱 树上带着彼此洗脚 彼此用基督来服侍对方 那弟兄姊妹这次教会 你看被仇敌攻击一下 反而大家更相爱 你看文革的时候 所有中派的背景几乎都被打掉了 你在监狱里面 只要知道另外一个人也是基督徒 虽然大家不敢公开的表达 但是当你知道另外一个人是基督徒的时候 心里面那种欣欣相惜 那种珍惜 在大海中突然碰到另外一个同伴 那种的喜乐 大家从来不会问说 你是进行会的 你是长老会的 你是改革中的 你是灵恩派 没有人问这些东西 只要是弟兄心里面就相爱 听过多少感恩的见证 受迫害的时候 就剩下那么一个单薄的背心 知道我不留下来 我会冻死 但是宁可给年轻的弟兄 因为我年纪大了 早晚要走 需要你留下来 为主活 那个年轻的弟兄 流的泪 不肯接受这个衣服 就在他们的求车 把他们送走的时候 连长的弟兄 还是抓下来 就丢了他车上去 两个人就开走了 对我什么 相爱 我命都可以为我的弟兄舍 这个叫做相爱 当仇敌来攻击 当环境艰难的时候 看起来是更大的危机 更多的痛苦 但是反而让神和你们更相爱 能够更同心 今天神家 为什么有这么多 吱吱嘎嘎嘎 分门结党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对外 我们没有看见仇敌 没有看见我们的仇敌 只有一个 我们的仇敌 决定不是看得见的人事物 政府 或是什么事情 我们的仇敌 是那看不见的 天公属灵器的恶魔 弟兄姊妹 要相爱 我们要晓得 我们都在面对同一场的争战 为着耶路撒冷的缘故 弟兄 我为你求祝福 真的 我们都在这里 都在神的家中 都在神荣耀的见证中 所以我们彼此要在这里相爱 而底下他说到 使徒大有能力 众人都蒙大恩 33节 所以你看到了没有 刚开始是 哪里有神的祝福 哪里就有仇敌的攻击 但是如果我们妥协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在仇敌的攻击 跟破坏底下 继续被他破坏 所以我说征战是要付代价 但是不征战代价更大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 不要以为我不征战 就没有仇敌的攻击 不征战代价更大 所以癌症需要痛苦 需要切 女儿却参加毕业舞会 如果跟你说我整夜不回 这是我一辈子难得的毕业舞会 你做父亲的就必须坚持 你得给我回来 看起来是争战 看起来是代价 那你希望你的女儿被别的男人揉嫩吗 多少的女孩子都是在毕业舞会之后 被男孩子欺负的 你愿意吗 你说我不想伤了女儿的心 我不想跟女儿冲突 对我姊妹代价是需要的 很多的时候征战是需要的 征战是要付代价 但是你不征战你的代价更大 今天我们在仇敌面前妥协 我们就是她的底下的俘虏 她可以任意对待我们 她可以任意进出我们的家中 她可以任意的在这里做偷窃 杀害和毁坏的工作 所以当你看见神的儿女们 用不妥协的态度 用同心合一的祷告 用更勇敢的更积极的行动 来对付仇敌的时候 你发现整个局面转过来 反而弟兄姊妹更相爱 更同心 使徒更有能力 众人更猛大恩 这是不一样的结局 截然不同的结局 所以关键是在于 我们如何面对争战 我们如何面对仇敌的挑衅 唯独认识耶和华的子民 必刚强行事 我们知道仇敌的猖狂 都是战事的 就像刚才唱的诗歌第四节 征战必不会长 他中间仇敌咆哮一下 挣扎一下 恐吓一下 但是其实至终的得胜 都是神的儿女们的 所以天路历程 讲到这一班人 在走天路的时候 远远地看见 他们唯一的一条路 要经过一个城 而城门口 有两只很凶的狮子 坐在那里 很多人远远地看见 就说我走不下去 就退掉了 就在天路上停了 妥协了 回去了 希伯来书说 他们如果后悔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很多人就不走了 但是当天路客 凭着信心走走走走 走到城门口的时候 发现两个狮子 都是被那么粗的铁链锁着 他们没有办法走到中间的 所以你可以从中间 坦然无惧地走过去 帝公子妹 信心让我们超越仇敌的恐吓 信心让我们在一切的风浪中为主赞助 而带下更大的祝福 我们的生命更茁壮 使徒们反而更有能力 帝公子妹更蒙大恩 帝公子妹这是一个不同不同的结局 所以我想在这场争战上 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 不管这个不是只有在中国 香港 台湾 或者我们北美 中国人面对 全世界的各主各类 都在不同的挑战 回教国家 很多极权国家 基督徒都在面临挑战 那么到底我们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战战 希望我们不要随便退去 我1979年来到1月6号到达美国 我记得我来到美国不久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篇文章 有一个小框框引用了一句话 它上面说 哪里有奉献花 哪里就没有毒蛇的出现 这是众所周知的 同样的 哪里有基督的释迦被高举 哪里就没有仇敌的作为 然后底下写 一位福州的小弟兄 那是1979年 整个中国还没有真正的 完全开放 还是在很多的 限制不自由的里面 一个小弟兄 信辗转送出来 一个简短的 他的一个心得分享 兄姊妹 我用这句话也是送给大家 作为解说 哪里有奉献花 哪里就没有毒蛇的出现 哪里有基督的十字架被高举 哪里就没有仇敌的作为 今天我不晓得在你个人生命里面 在家庭里面 在职场里面 在你属灵的侍奉里面 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搅扰 仇敌的攻击 是难免的 但是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必能得胜 靠着耶稣基督 当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 弟兄姊妹 这一切仇敌的作为 要被瓦解 要被赶住 约翰一书告诉我们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英文有的翻译叫做 undo 仇敌不管在你的家中 在你的生命中 在你人际关系中 在你的属灵的追求上 他做了多少的工作 当我们在这里高举基督的时候 我们可以 undo 可以废掉 所有仇敌已经做的 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一切都是新的 基督里好好为主活 好不好 来我们来唱658首 我学不听要上来唱 非常欢迎 征战的歌 多一点人 658首 起来 起来 为耶稣 你们是家军兵 将将数 拿起报数 不可让他不得 不可让他不得 主必赛令他的军 得神而有得神 直到撒旦全会奔 认真基督为神 起来 起来 为耶稣 佐祝 触祝 坦 扶草 不可让他不得 干起来 为耶稣 天真 照同一粒内粒 起来 起来 为耶稣 掌心跑出大地 我靠自己而义务 我永远其兵器 故意去掌传俱备 报告谁是多怕 无论这人多敬畏 都能随您前往 起来 起来 为耶稣 掌心并不悔尝 今日下身谁高负 你与爱河灿亮 来世靠主的圣者 你的生命万年 你与基督同快乐 同往直到永远 请大家念最后这个荧幕上的话 讲到我们争战的结果 应该是这样 凡是靠主得圣者 我们唱第四节 有生命灌灭 比与基督同怀了 永恒直到永远 好 我们有几位简短的 多几位带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夸胜 一起为主赞助 主啊 这早这个时间 我们感谢祢 主啊 祝我们这样的信心 主啊 让我们的心被祢所挑望 主啊 我们弟兄手拉 弟兄的手 主啊 我们都一步一步 朝前走 主啊 虽然这路上 在今日有征战 但明天必奏凯歌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里路亚 主啊 你是长得胜的旌旗 主啊 你也正在了 不是靠我们自己 主啊 但是耶和华为我们同在 主啊 感谢赞美你 你同类的众仇敌 看过一件十一的 甜品的钥匙 主啊 我们这场征战 主啊 靠你得赞 阿贝 阿贝 主啊 你提醒我们说 毋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 主啊 你将这样一个得胜的恩典 将这样一个得胜的祝福来赐给我们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能够疯狂耶稣基督的名 能够抵挡仇敌 阿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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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能够靠主得胜 阿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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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承受产业 祂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让神国拓展 主啊 我们谢谢祢 那征战得胜是祢带领我们进入征战的目的 主啊 让我们里面带着活泼的信心 知道神的儿子借着死败坏了掌食权的魔鬼 而且将得胜的权柄赐给了他的教会 主啊 让我们今天都是站在得胜的地位上 我们来支取基督的得胜 来活出基督的得胜 主啊 把教会交在祢的手中 是的 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 我们都是为了主做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 心里面带着爱耶稣的心我们而做 主啊 虽然我们是平凡的百姓 但是我们里面却有不平凡的生命 在我们身上有不平凡的使命 让我们所说的 所做的 也都是不平凡的 主啊 因为在这里都跟基督发生的关系 我们谢谢祢 把整个教会继续交在祢的手中 不让我们停顿 让教会是一个走天路的教会 教会是一个传福音 而处处高举基督的教会 我们仰望祢 我们谢谢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 请坐 好 请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继琦 高语